到了沖繩第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到下榻的飯店 搭乘他們的捷運 剛好碰到他們的新紙幣改革 交通費的計算是根據各站的距離分別是 230 270 300 340 日幣 那最後如果很遠的距離就是370元日幣 由於一早就抵達了日本沖繩 所以抵達飯店的時候我們也只能寄放行李 決定去國際通吃壽司狼 食材的新鮮度非常的好 價格上因為匯率的關係 相對便宜一些 來旋轉壽司店 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在現場 大多還是他們自己國內人 點餐的方式 以食物的圖像來做選擇 因為看不懂日文 所以還適合點到自己不喜歡吃的 最後的結帳是彩製作室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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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